爆出了陈敏勋会给贬家高达1000万 向来保持沉默的陈敏勋也决定接受媒体专访 那么在专访时也首次将这1000万的来龙去脉做了说明 那么之前也传出说陈敏勋经常进官邸跟吴淑珍来聊所谓的国家大事吗 陈敏勋说根本没有啦 他们单纯都是聊一些八卦而已 还说他都是带绿茶跟甜点去看吴淑珍 并非外界传言的所有送吴淑珍珍珠项链 那么其实他也否认了说他也没有花这1000万去买台北101的董座之位 不过陈敏勋承认了他之前在接受特征组应讯的时候 讲到委屈处他在检察官面前流下眼泪 最美丽的董事长陈敏勋提出辞呈 当天接受平面媒体专访 针对外界最好奇他跟吴淑珍之间的关系提出解释 陈敏勋说吴淑珍对他很好也很疼他 他到官邸去探视吴淑珍 带的是绿茶和小点心聊的是八卦 没谈国家大事也没送吴淑珍珍珍珠项链 有时是他主动去看 有时是吴淑珍找他去的 而外传陈敏勋捐一亿给吴淑珍换来101董事长的位置 他澄清自己是捐1000万给民进党 而且反问媒体难道1000万就能买到董事长位置吗 陈敏勋还说这1000万其实是当初刘泰英新锐督案 交保需要6000万元 陈敏勋被分配到要筹到1000万 事后刘泰英拿了一张署名陈文青的1000万支票还给陈敏勋 陈敏勋顺手将这1000万捐给民进党 还想到自己捐款蓝绿兜捐 上人想要做坏事哪会笨到要用支票 丑如扁案也让这位美丽的董作穿着套装进了一趟特征组 他说当天到特征组应讯时坦诚莫泪 不是因为检察官问话语气太凶 而是因为讲到自己的委屈处才会落下眼泪 一路从与顾仲营睁开发金董作到101董事长 他说他不恨顾仲营 因为他知道当时自己是为何而战 而顾仲营是一位可敬的对手 而针对刘泰英则是他的恩师 现在心中充满了感激 如今线上101董作 他面对媒体专访时也感叹地说 应该是政府想清除绿色金控的余孽 他离开之后就很干净了 中天新闻吴正宇方姐无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